SBS音樂綜藝節目 The Fan發布會在14日舉行 鮑娥流系列李尚明等人獻聲活動 The Fan並非選球競賽 又是一檔向大眾推薦知名度比較低的歌手的節目 作為粉絲主的鮑娥也不斷強調 我沒有選擇的那種音樂專輯 所以我選擇了 我沒有選擇任何問題 我沒有選擇了 我沒有選擇了 我沒有選擇的表情 我沒有選擇的 所以我沒有選擇的 我沒有選擇的 我沒有選擇的 因為我選擇的粉絲主 因為我選擇的粉絲主 所以我選擇了 最新滿滿的評審標準 還是因為每位粉絲主 個人喜好分明 導致的尷尬的小插曲呢 我喜歡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